的一些设施 那刚好我们来盘点到我们的润态水泥 这个产业工业铁路遗迹 荒汇了将近30年 那时候觉得相当的可惜 相当的可惜 而且让这个地方荒汇 而且感觉慌乱无章 产生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品质 所以我们都想说赶快 怎样来让它激励活化 那为了要活化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赶快积极的来跟我们的润态水泥 来做他们的合作协商 那在多次的洽谈之后 也感谢他们允诺我们 先签十年的五场合约 我们就赶快拿着同意书 赶快去跟我们的观光署来争取 来这个金会 那我想这一个铁道的遗迹 在过去有很多这附近的居民 都在水泥场工作 也是他们生活中 很好的一些回忆跟故事 那也是现在我们所有当地居民 很多看到以前来来回回的这个产业 不管是产品的原料的输入 成品的运输的过程里面 看到整个台湾工业进步 产业进步以及地方发达的一个铁路的一个概况 那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来活化这样的一个区域 让我们整个地形风貌再现 那我想这里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高原段 就是在安平那个区域 已经临近在厂区了 所以厂房他们厂区那边也有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在高原段的部分 可以眺望整个当归山的风景风貌 那在中间在东城跟湘河这一段呢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底蕴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家山崎 廊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聚落 再来就是我们一个百年水均 再往下 那个地方有一个清水区 那个部分在百年 我们仙人的那个努力打拼 有初步落下水 都在那儿生花生生 这也是有一个历史故事 再往下在最下面就到我们的台九县 台九县看到广阔的这个农田 跟我们的人文的一个生活圈 那我想在这一个四个阶段里面 都有它的特色跟故事 还有它的文化背景 那我想喜好铁道的朋友 或者是原本在这个部分生活的朋友 还有我们从未体验过 预算上的使用让我们赶快 重新打这一条铁路开辟出来 也是同时也是将我们东山乡 外围整个这个风景观光难道 重新硕立了一个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这样我们就整个都串联起来 整个串联起来 所以未来在短期里面 我们也希望可以提升到附近 社区以及我们学区的整个安全 整个这个品质的提升以外 在长期方面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整个东山乡 的整个光光难道全部传染 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代表会主席 还有所有的代表 还有包括我们的村长 在过程里面村长都相当的合作 台湾协助来包括协调这附近居民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我想很多重要工作的执行 是需要有分工才能完成 在这样的一个分工底下 才有我们今天重新亮朔的一个东山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